首先我想恭喜俄罗斯队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也是我一直是想要去学习的对象 作为我们队来说 我们是一直是朝着他们的这个目标 来进行努力 进行每天的训练 也是我们的动力 而我们今天的发挥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展现出了中国队 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好的一个水平 如果在之后想要再进步的话 我觉得我们从难度上 从技术上 从整个的发挥状态 自我的能力上 还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想要在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当中 做得更好的话 其实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去想要战胜自己的对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作为中国团队来说 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团结一致 我们有一颗团结的心 不管是八个人也好 还是十个人也好 还是全国人民也好 我们都可以去用一起的力量 然后把我们的想要完成的那个目标 去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我们今天能做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有中国的背后力量支持着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总局里 就是在自己的训练基地封闭了很长时间 一年多的这个训练 其实我们是每一天都是非常系统 非常高标准的这个一个训练环境 然后也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 我们才能在这么严重的疫情的情况下 可以去正常的训练 并且能够比之前的训练更加系统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支撑的这个一个关键点 这样 感谢观看